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教宗的洗年招书 今天我们要看差不多最后的这几个问题 一共我分了四点 第一点是教宗的呼吁 呼吁罪人悔改 第二个问题是正义和慈悲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 慈悲包括向其他的宗教开放 最后一个问题转向圣母和圣人们 好我们现在一起看 在这个慈悲圣年 教宗他说 愿慈悲的信息送达每一个人 并且盼望没有人会对 惊艳慈悲的号召舞动于衷 上一节课不是讲了 但愿每个人向穷人伸出手来去体验一下什么是慈悲 什么是对别人的帮助 他说希望每个人对这一种号召不要鼓动于衷 这时候他说我特别愿意 在行为上远离天主的人 及早悔改 我想起来那些参加犯罪组织的男女 我请求他们 为了他们的好处 我因天主子的名 请求他们 赶紧悔改 教宗呼吁 这些特殊的人要悔改 首先是这一群参加犯罪组织的男女 他们为了赚钱 比如说贩卖人口 比如说 拿着钱比人还重要 教宗说 我因天主子的名 请求你们的确教宗是 耶稣基督在世的代表 代表耶稣在给我们说话 他说天主 拒绝罪恶 但是不拒绝罪人 你不要怕 虽然你们多少年 或者说曾经炫得多么深了 在罪恶当中 不要怕 天主不喜欢罪恶 但是呢 他喜欢罪人 我敢这样解释 他愿意找罪人 在这儿教宗说 有一个陷阱 那就是钱的陷阱 人们以为 有了钱就幸福了 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甚至比人的尊严都重要 为了钱 我们宁可出卖 我们的朋友 亲人 我们顾不上照顾 我们的亲人 朋友 但是就是为了钱 教宗说 不要幻想 我们将来不能带着钱 进入永生 钱不能让我们幸福 甚至有的时候 为了赚钱 我们使用暴力 偷啊 抢啊 使用骗术 教宗说 你们的双手 沾满了血腥 这样的钱 会让你下地狱 迟早要受天主的审判 谁也逃不了 你看教宗讲仁慈是仁慈 讲到这句话 我能看出来 它是很严厉的 谁也逃不了 天主的审判 赶紧悬崖雷马 不要再继续了 如果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听到的人中 如果我们 你觉得是在教你 把钱看得太重要了 顾不上别的 甚至把人 把工人 把自己的客户 都看得 想办法剥削他们 压榨他们 给他们一些 不合理的待遇 干了一天辛辛苦苦 工资很低 结果你赚得 比他们高几倍 你要小心 活出慈悲 教宗说 希望每个人 不要无动于衷 随后教宗 邀请那些贪污的人 那些贿赂 别人的人 他说贪污 这个溃烂的伤口 是一种很严重的罪 它引发的怨声 上打天庭 它威胁到个人 和社会生活的基础 一个好人 完全可以 因着贪污变坏 本来挺正直的 结果慢慢地 由于贪污 变得开始 屈指不分 贪污来自内心的贪婪 见钱眼开 把这个看得太重了 然后就谁有钱向着谁说话 因为你受了人家的会 然后不再照顾弱小者 因为他们不能给你钱 不能给你好处 开始践踏穷人 不再顾及他们 所以贪污这种罪 现在充满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有 请神父好吃好喝一顿 多给点钱 然后神父向着你说话 神父就成了你的朋友 这就是教会内的贪污 无论教会还是社会上 贪污是一个极大的恶表 坏表样 贪污让人心硬 妄想以金钱的威力 来代替天主 他让我们心硬 我们在听道 在做什么听不进去 我们一到钱这儿 就对钱的信心 大于对天主的信心 贪污让我们充满奸诈 我们开始欺骗 撒谎 开始内心里有阴谋 圣大欧雷教宗 讲到贪污的时候 这样说 最高尚的人也败坏了 就是因为贪污 这是世界上最可悲的事 所以教宗在这里提出来 要明智 要警觉 要光明磊落 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 真理 真理 正直 我们不要因为钱 因为一些好处 我们就坏良心 所以面对 在我们生活中 贪污的人或事 无论在教会内 还是社会上 焦纵说 不要怕得罪人 要果断的 要果断的 坚决的 检举 这些贪污的行为 如果不公开的跟贪污搏斗 人迟早会同流合污 最终被吞噬 如果你不搏斗 不抗议 怕得罪人 慢慢拧接 也会被贪污 所吞噬 所以教宗说 慈悲年 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好机会 是我们的心应该被触动的时候了 我们要聆听那些穷人的呼喊 他们的财产被博多 他们赚不了钱 他们的尊严也正在被践踏 他们被冷逝 他们的生命越来越不值钱 这些穷人 慈悲年 我们要把他们看成我们的弟兄 给他们尊严 天主是一个慈悲的天主 福听人的天主 乐于聆听我们 寻找我们的天主 我们呢 作为基督徒 天主是我们的父亲 作为他的孩子 我们要准备好聆听 向我们身边的人伸出手来 其实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讲 在教宗的这个诏书上面 一直在讲 我觉得剩下的就应该是做了 你们每个家庭 父母 夫妻 孩子们 坐在一起讨论讨论 每个堂口会长 你们坐在一起讨论讨论 我们该做什么 怎么着过这个慈悲年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教宗呼吁罪人悔改 其实这些罪人 教宗说那些参加犯罪组织的 我希望你不要只是理解成那些 比如说贩卖人口的 那些奴隶社会压迫人的 其实也在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对我们身边人的忽略 我们把钱看得太重 然后甚至瞧不起人来 将来要受天主的审判 我们要赶紧悔改 睁开眼睛 伸出手来 打开耳朵 聆听 帮助别人 第二个问题 正义与慈悲 讲慈悲的时候 好像是不是就不讲正义了 在教会内 或者在天主的眼中 只是讲爱吧 谁有罪宽恕他 谁有需要我们毫不计较的 去帮助他 就没有公道可言了 不 如果说到公道 没有比这件事更公道的 那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当人们犯了罪 天主要宽恕人 但是人需要拿出代价 我们看这一点就明白了 人的代价 全人类都死掉 都不能弥补 我们对天主所伤害的 一个罪 依次伤害 全人类都死 都不能弥补 对天主的伤害 所以 人类根本没有办法 弥补天主受的凌辱 你看天主的公义 那这样怎么办 他宽恕人 没有办法 因为人的陪补 达不到这个要求 这时候他自己到人间来 他亲自让他的儿子 也可以说是他自己 到世界上来 替我们陪补 他成了人 一方面他又是人 另一方面他是神 神的功劳是无限的 他做一点事也是无限的 所以何况他死在十字架上呢 借着他来到世界上 借着他的受苦死亡 他完全陪布了无限的伤害 看天主的公义 所以通过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天主不是不要公义了 在天主内 他绝对要求公义 而且是一种绝对的公义 一点都不差的公义 可是这个公义 人办不到 天主自己来 借着这个行动 又发现了天主的无限慈悲 所以在天主内 公义和慈悲是分不开的 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天主自己来救我们 一方面是天主的公义 一方面又是天主的仁慈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说 天主只是爱就不讲公义了 说到这里 我们不要抱侥幸心理 我犯罪吧 反正天主是慈悲的 将来有一天他不舍弃我 在我临终的时候 我在办告诫 那时候我在回头发痛悔 天主总会让我升天堂吧 小心 如果真的是这样 像你想象的 将来在炼狱里 可能你的需要做的陪补 直到世界穷尽 直到世界末日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有多少人没有这个机会 没有等到临终的时候 有那个半告诫 领终服的机会 突然车祸死了 突然摔倒 倒下就死了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 妄用天主的人词 我们对天主犯的每一个罪 要记着需要陪补 你自己不陪补 别人陪补 你自己不愿意主动地陪补 需要被动地陪补 有的时候 你的罪 后代子孙要替你背负 就像负债死还一样 要记着天主的公义 天主是爱 在这儿并不相反 教宗讲到这个正义跟慈悲的时候 他说一定要小心 我们不要曲解这个正义 天主是讲公道 讲正义的 可是在我们的世界中 在我们人的思想里 这个公义 有的时候就会被曲解了 理解成法律 社会上都有法律 国家都有法律 是保障人与人之间的正义 如果你伤害这个人 侵犯了他的权利 那也就是违背了法律 法律是给 维护每个人的权利的 它的作用是 维护每个人的权利 当我们遵守法律的时候 可以这样说 我们达到了公义 但是翻过来 一定不能说 公义就是遵守法律 如果这样就把公义 就给限制住了 就扭曲了那个公义的本质 掩盖了它深远的价值 在圣经上 其实有好多这样的例子 天主的公义 不是遵守法律 我打个简单的比方 耶稣跟罪人们 在一起吃饭 按照法律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法律 禁止人们接近那些罪人呢 有的时候是怕我们 同流合污 怕我们跟他们学坏了 就像父母教孩子 离他远点 你小心点 不要跟他玩 那个孩子不好 所以在以前 每次的法律也就规定 那些人要离远点 他们是罪人 等耶稣来了 他不这样 他跟他们一起说话 一起吃饭 去他们家里 法律上有不节的地方不去 耶稣去外交人的家里 不节 他也去 跟外交人接触 怎么样 他是为了找他们 为了改变他们 之所以 之所以他这样做 受到法利塞人 惊世的批评 说 耶稣不应该 你们的老师 不应该这样做 他违反了法律 这个就好像 违反了正义 但是 耶稣不这样讲 他 在这里特别 让我们看到 什么是正义 正义 是 以慈悲为起点 也是以慈悲为终点 我刚才说 人跟人之间的正义 是为了 爱每一个人 尊重他 给他起码的权利 这个是对他的爱 所以才有正义 正义是来自爱 也是为了爱 所以爱 应该是大于公义的 慈悲应该是大于公义的 如果我们不要慈悲 只是讲公义 最后什么都没有 连公义都没有了 你就像 天主造了每个人 他爱他所造的 结果如果只是讲公义 他不再慈悲了 这个人就丧亡了 他哪里还有爱 哪里还有公义 公义跟爱就成矛盾了 即使不是 他是一个事情的两面 圣保禄宗徒到后来 做了宗徒以后 原来他是守法 他以为每个人得救 是靠着遵守法律 可是到后来 他慢慢明白 是靠着信耶稣 信耶稣就是把自己 完全交在他手中 相信他的慈悲 也像他的慈悲那样 度慈悲的生活 才会得救 不只是遵守法律 所以在天主内 正义跟慈悲 不是对立的 而是慈悲 大于正义 不是相反的 在圣经中 有多少这样的章节 讲到人犯罪 天主按照正义 应该消灭这个世界 可是 这是人的逻辑 可是在天主那里不是 圣用上 这样说 天主改变了 天主的真面容显示出来了 我举一段 欧塞亚限制第十一章 这样说 阿弗拉音 我怎能舍弃你 以色列 我怎能抛掉你 我的心一转变 我的五内一感动 我不再按我的慎怒行事 不再毁灭阿弗拉音 因为我是天主 而不是人 对于天主来说 他耶止愤怒 比耶止慈悲 更容易 天主的愤怒 只是一会儿 天主的慈悲 却永远长存 我们能看出来吗 正义跟慈悲 在天主内 那个正义跟慈悲 不是矛盾的 它是一回事 不是相反对立的 如果再详细地说 那慈悲大于正义 正义是为了慈悲 为慈悲服务 所以在天主内 总是慈悲 当教宗讲这个慈悲年 讲我们慈悲的时候 我们需要明白 有一些人说 那就不要公义了 什么都算了 没事 都是慈悲吧 不 天主内 还要求公义 好吧 不知道你们这一点 有没有听太明白 这个涉及到一些理论 听不明白 也没有关系 有好多人 他们不明白 他们会爱 他们仍然可以成圣 相反 好多的神学家 成圣的却不多 我们讲很多的理论 好像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不一定 如果你不去做的话 不一定对你有好处 你们就是不明白 去做 保证会成圣 这是第二个问题 慈悲和正义 第三点 慈悲年 教宗说 我们需要超越教会的范围 要小心 教会有一个界限 好像领过喜的是天主教徒 不领喜的就不是天主教徒 我们要超越这个界限 我们的慈悲 从教会内向外伸展 慈悲让我们看到 与我们有着不同信仰的团体 比如说 教宗特别提到 犹太人 犹太教 伊斯兰教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他们都相信 有一位造物主 他是慈悲良善的 为什么教宗在这里特别提出 这两个教会 因为他们给我们是很接近的 所以 我们之间要彼此开放 热切地进行交谈 要打破那种自我封闭 唯我独尊 不尊重其他宗教的这种态度 更要驱除各种暴力和彼此的启示 因为这是慈悲念 说到这里 教宗没有说 我补充一句 在中国 我们教会的分裂 是大家生活的一个事实 我们对跟我们不同的另外一个团体 无论是地上的地下的 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一些慈悲的改变呢 这个留待我们每个人去反省思考 我们如果每一个村 我们一个家中存在着不同的 有的地上有的地下 我们不同的看法 我们是不是该怎么活出天主的慈悲呢 这个是第三点 向其他跟我们不同的团体开放 第四点 教宗邀请我们转向圣母和圣人们 今天正好是吴染源最占礼 是慈悲年的开幕第一天 教宗说 我的思想转向慈悲之母 在这儿他给了她一个名称 慈悲的母亲 他甘毅的目光 在这个圣年当中 一直注视着我们 他会帮助我们 重新发现天主的慈悲 可以这样说 没有人比玛利亚 更深入天主的心了 更明白天主的慈悲了 所以玛利亚除了天主之外 玛利亚就是一个最有慈悲心肠的女人 一位妈妈 她的心充满了慈悲 你们看在加纳婚宴上 她怎么对人的需要那么敏感 在她怀孕之初 她一听说 表姐伊萨波尔有需要 她的慈悲 马上放下一切 自己的事也不忙了 马上去照顾表姐 看她的慈悲 一进表姐家 她所唱的谢主曲 她对敬畏她的人们 光使慈爱千秋万世 世世代代天主的人慈不断 她自己深知天主的慈爱 万世长存 所以自己作为天主的女儿 自己也要活出这个慈悲 所以刚才我在讲 她最深知天主的慈悲 她自己也是一个 怀有最大慈悲心肠的天主的孩子 所以你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要求圣母 我们跟这样一位母亲 在她的教导下 拉着她的手 我们能不变得慈悲吗 要依靠这位母亲 慈悲的表现是宽恕 耶稣在十字架上宽恕 杀死她的人 圣母玛利亚在十字架下 亲自听到了这句话 印在她的心里 所以她宽恕一切伤害自己的 我们活出慈悲 也求圣母帮助我们 活出对那些不喜欢的人 仇人给我们的伤害 活出宽恕 随后教宗说 我们也转向圣人们 圣人圣女们 特别在他们当中 他们都在世界上 活了慈悲的生活 可是在他们中 有一位教宗特别提出来 就是傅天纳修女 传扬慈悲敬礼的 这位波兰的修女 她自己被招深入天主 慈悲的心 她的一生 宣扬天主的慈悲 那么我不知道 弟兄姐妹们 你们是不是习惯念 慈悲传经 或者你们是不是知道 耶稣慈悲的信息 我希望有一天 我们也讲一些这个 让我们知道 天主的慈悲 是多么的广宽高深 有那样一句话 刚才我只是点到了 每一位圣人 都是度慈悲生活的人 想一想什么意义 在世界上谁慈悲 谁会成圣 谁会进入天国 没有慈悲的心 我们能力再大 再聪明 办的事业 在惊天动地 轰轰烈烈 没有用 一切都会过去 只有我们有一颗爱的心 会让我们永远长存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明天呢 差不多我们会讲 刚才我们跳过去一个内容 就是关于大事 明天我们会讲这个主题 喜年的大事 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 近日亦然 直到永远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祝大家平安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天主